女性 危险吗 怎么了 没事 汪早书旬 请问一下今晚的酒 谁负责的 酒水的单子张总已经过目过了 有什么不妥吗 请你把全部的红酒换成买葡萄酒 可是 我马上去办 谢谢 怎么 红酒过敏啊 别忘记你不能喝酒啊 晚上好 各位 很抱歉打扰到各位的假期 把各位叫到温州来开会 今晚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 我们的老上级 老朋友立川先生 来主持我们 青莲山庄一期的设计案 我们也很荣幸地请到了 Janette苏小姐 苏小姐是总部有名的景观设计师 她将要协助立川先生 来完成青莲山庄的景观设计 有了二位的帮助 再加上我们大家的努力 我相信虽有此节 不过 我们一定能取得 我们最终的胜利 今天晚上这个酒会呢 希望大家尽情地开心 尽情地倡议 不过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变成魔鬼 开始叫大家干活 到时候 不要说我不留情面啊 好 我只强调一点 每天早上八点的例会 必须每个人都要到场 不许迟到 不许请假 都听见了吗 好 我们现在请王总来说两句 很高兴见到大家 青莲山庄的设计 我已经有新的思路 明天早上再跟大家细谈 两周的时间的确是很简单 不过 GMF有很多快选 纵标是很有希望的 请大家顶住压力 拿出最大的潜力和冲劲 我们一定会做出 一个更加完美的新方案 来 来 为了我们的新方案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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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 晚上干什么 画图 你画草图就可以了 其他我来 我来 时间是蛮感的 我就不客气了 这边应酬一下 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晚你都这么累了 怎么不前安妮呢 你会像吧 这么好的 我好可怕 呃 你 说 那年快 你 你 你 那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小秋 好久不见 请教我安妮 王总 见到你 我很开心 对不起 我有电话 好久不见 喂 靳雯 喂 小秋 上次跟你说的那双鞋子被我买到了 要不要帮你戴一双啊 靳雯 我跟你说 我最喜欢这种侧开拉链了 不然脱鞋子可麻烦了 叶靳雯 你能不能放下你的靴子 听我说一句啊 什么 我见到王立川了 真的 在哪儿 报纸 电视 还是网上 我见到真人了 快说 快说 怎么样 我不是来温州出差吗 他也来了 为青莲山庄做设计 仇人相见 赠外眼红 你打算怎么办 把他狠狠地揍一顿 还是愿望重温啊 还是愿望重温啊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他 他 他身边还有一个女人 可能是他的女朋友 小秋 你先别难过啊 先把情况搞清楚 他的手上 有没有戴结婚戒指啊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那你现在对他是什么感觉啊 是爱还是恨啊 就这个时候了 你觉得我的感觉还重要吗 当然重要了 这决定了我们以后 对付他的方针和策略 如果你还想着他 你就要主动一点嘛 对不对 你要主动找机会靠近他 小秋 小秋